Baddy 你走過來 或者飛過來 疫情下跨境家庭要長期分隔兩地 深港交界的鄉原位成為了一家人見面的秘密花園 小朋友見到父親忍不住叫出 爸爸 你飛過來吧 僅有一何資格的爸爸 只可以在鐵網後揮揮手 這樣的相聚 心情實在複雜 但幸好香港原來被恢復正常通關而錯現曙光 內地與香港疫情防控工作第二次對接會 11月25日在深圳召開 內地專家一致認為香港防控工作成效明顯 已具備通關條件 隨後政務司司長李嘉燒宣布 香港已步入有罪通關的落實階段 接下來將主要推進四大方面的工作 包括推出港版健康碼、口岸流程方案、 人手配置及合作機制 強化高暴露人士檢測密度等 政府在此努力 我們也應該積極配合 香港從2020年2月8日宣布封關以來 至今已接近700天 通關議事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 是來之不易的 是要盡最大努力保住的 市民朋友都應該繼續支持 擴大安心出行使用範圍 自覺接種疫苗第一、第二針 積極接種第三針 建立在免疫屏障為香港盡一份力 同時我們切勿過早放鬆警惕 南非報告檢查出一種新型冠狀病毒變種B.1.1.529 可能降低抗體效力 而本港近日就發現一例 特區政府全職宣布 自11月27日起 禁止21日內 到過非洲南部8個地區的非香港居民入境 這個時候必須在外防輸入上做到滴水不露 才可以給內地信心 不止於因身的變種病毒株 而推遲落實通關的日期 當香港為落實通關做好一切準備後 還讓將決定通關的具體時間表 相信下個月的可能性很高 排除漫漫、苦澎兩年 還預言未通關時刻 令人感慨 但還是那句話 通關不是終點 而是新起點 防疫只可以更嚴 而不可以有絲毫放鬆